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香啊 味道不错吧 绿茶吧 应该是 绿茶 心心疑人 相信各位在品茶过程当中一定能够感受到 沁人心急的那种舒服的感觉 对 但是你们能想不想到 就是如果说你一次喝大量的这样的茶 尤其是平常你不怎么喝茶的人 突然一下喝这么多茶 你觉得可能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吗 会饿 神恶 会睡不着 同样 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听过一个词 叫醉茶 就是不仅是 喝酒能醉 你喝茶也能醉 喝茶能醉 确定吗 确定吗 你听说过吗 没有 因为我妈是特别能喝茶 你知道苦丁一般人会泡一根吧 对 我妈一次泡三根喝 而且绝对不会睡不着觉 绝对不会的 但我也没有见过她喝醉啊 没见过谁 是 一般很少听说喝茶能够喝醉的 你说喝酒喝醉听的比较多 但茶它能够让你有微醺的感觉吗 不可能 不可能 是不是 但是您别说还真不要不相信 其实呢 有些茶 如果说你经常的服用 而且大量的服用 并且本身你对茶的耐熟度又不是很高的话 也许就容易出现 刚才弘扬同学所说的 醉茶这种情况 真的会啊 真能合作啊 当然这话不是我说的 是专家说的 我们先请到这位专家 就来跟我们讲讲 跟醉茶有关的那些事 我们讲的专家是来自于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 胡东鹏老师有请 胡东鹏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 一直从事以临床为主 及其相关的教学科研工作 我们见到您就醉了 是的 因为每次老师来到这里 都让我们如痴如醉的 听着老师给我们讲的这些养生知识 但是我们真的不太敢相信 喝茶 怎么可能了 能够喝醉 能够喝得跟喝酒上头一样的感觉 可能吗 其实还有醉烟呢 对 实际指的我们指的是呢 茶里的物质 这么来说比较合适 是产生了茶叶引起的人体的不良反应 他们都不相信有醉茶 而且 因为没有喝过 对 我据我了解呢 这个醉茶 对身体的这个危害 或者说这个后座力啊 比喝醉酒来着更可怕更严重 是吗老师 这个呢 各样如果过度的话 都很可怕的 那是的 因人而异 也许有些人 就对于这个茶当中的这种成分过于的敏感 还真是这样 是吧 我喝茶我就没事睡觉不影响 对 但是我不能喝咖啡 睡着 我喝咖啡就睡着 但是每个人体质不同 喝咖啡睡不着 但您喝茶可以睡着 但是我记得 老师曾经经经常给我们讲到一个个例 就是您的恩师 对吧 他自己有些很好的养生习惯 他喜欢喝茶吗 他不喝茶也不喝茶 他喝白水 是啊 他喝茶会醉吗 那得问问90多岁高龄的胡老师的恩师了 对 但是呢 这里边确实要因人而异 但这里边 茶里边的某些成分 过多的摄入 真的对于身体 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是的 它的不良反应就会出现的 对 它里边比如说吧 它茶里主要是茶碱 还有是咖啡因 你别小瞧这茶叶是含咖啡因的 茶叶有咖啡因 对 一般我们150毫升的这个茶 一般情况下量来说 大概咖啡因含量是4勺克 相当于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喝的可乐 可乐里面你要相当于150毫升 它是10克到50毫克 它量是相当的 我们吃喝的红牛 那小红牛如果150毫升 你知道那里面 咖啡因的含量大概是多少吗 不知道 没有 加一倍 玉油 8勺克 但是这东西要喝多了不成 多了一般我们说喝400 甚至6个5勺克以上 就开始负反应 就特别没限 我觉得听到您说的这些内容 我们觉得好像顿时醉了一样 感觉这个茶里边的这些成分 我们要好好地了解一下 多少的量是科学的 喝到什么程度 可能就会引起一些醉茶这种不良反应了 老师坐下来我们聊 好 欢迎您继续锁定湖北卫视饮食养生会 此时此刻电视机械的您或许正一边看着我们的节目 一边在喝着茶 对吧 那这个时候老师要讲的内容就是跟您现在手中端着的这杯茶有关系 喝茶 这个茶里边的您所说的像茶碱或者是咖啡因 我没有想到竟然会有一定的量是吗 对 其实我们说很多药我都从这里来提起 因为咖啡因可以当药来使用的 对 茶碱 安茶碱 缓解平滑肌精卵 缓解哮喘 它也是当药来使用的 实际你说是茶 它里成分很多是药成分的 那么过量应用茶 就相当于过量应用药一样 出现了不良反应 老师 说到这儿我正想问您 这个醉这个字呢 一般是指我们喝酒之后 会出现一些中枢上有一些刺激 然后行为上的一些改变 比如说红脸啊 说胡话啊 意识不清晰 那醉茶 会跟醉酒是同样一个反应吗 反应 我也会想睡觉啊 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哪呢 会有一样的反应 最茶你看会出现什么症状 我带来摆一摆大家知道 看啊 第一个 你茶也喝完以后就会兴奋 失眠 睡不着 有的人对咖啡的敏感都不一样 你看我喝茶可能睡着要觉 但是有的人不行啊 他咖啡让人兴奋啊 他就会出现失眠 失眠 这就是状态 然后呢 他失眠以后呢 烦躁的情况下呢 还会头疼 头疼 是吧 这越来越疼了 我们看看 循环加速啊 焦虑的时候 心率怎么样 紊乱 容易紊乱 这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 是不是 我还不知道喝茶 喝出心率紊乱 对 然后呢 出现恶心 这不就像喝醉酒一样的 出现恶心了吗 现在吃饭现在我都不敢喝茶了 是不是 然后呢再严重的焦虑 肌肉的可以出现 焦捆人性兴奋的严重的时候 就跟假炕似的 出现了肌肉的震颤 再严重 就什么 抽出了呗 这么严重 肌肉还会吃的 不要再喝了 不要喝茶了 他焦捆人性兴奋 就失眠嘛 确实 老师 我们今天呢 讲的是这个喝茶 其中呢 当中一个分析就是醉茶 其实呢 我们要中医讲究辩证 来看待问题嘛 是吧 我们这个喝茶 确实对身体有好处 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 优良传统之一 对吧 对 那喝茶我们说的好 主要是好在哪呢 你比如说喝茶里面 你适当的咖啡因的摄入 这种天然咖啡因摄入 在你疲惫之时 喝一杯清茶 让你气血缺乏 神清气少 对吧 我泡制以后的天然的茶香 让你这个 就是沁人心 让你精神怎么样 愉悦 对 缓解疲劳 缓解紧张 是很好的 适当量的是可以做到的 是的 而且经常老师也说到 茶里边还有一些 非常适合人体需要的一些营养 比如茶多分 茶碱 对于人体来说是有一定的 很好 推动的作用的 但是过有不急 对吧 但您所说的这些茶碱和这种咖啡因 含量比较高的这种茶 它的种类某些品种 它是不是可能这些成分含量 会更高一些呢 是的 其实在这个茶含量来说 第一个浓茶肯定是多的 但是茶叶种类来说 我们说中国的茶叶昏绿茶 红茶 乌龙茶 乌龙茶 黑茶 黑茶 黄茶 白茶 白茶 是不是 但实际黄茶像霍山 黄芽 是吧 绿茶像什么龙井 比如说春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一般偏绿茶的 这种情况下的 它的新鲜采下来 炮制不充分的时候 它实际这个含量是高的 绿茶高啊 对 经过充分炮制发酵 红茶类的 你知道那个 我们说金锦梅是什么茶 红茶 对 金锦梅是全发酵茶 它是红茶 像这种呢 它的含量就要低一些了 实际我们说喝茶 还是喝淡茶为好 就是其实我们这次 我去武夷山去参观过盐茶 我才知道茶文化 它是不光是喝的问题 它们叫豆茶 什么叫豆茶 好 有意思 它那个就是那茶吧 就古代的时候 它是给做成磨磨的 然后拿一碗 这叫剑斩 然后拿一小刷子 就给你打 打完以后 上面就产生磨 那就真是叫吃茶了 就拿点勺摆着吃 吃磨 吃那磨 然后吃完磨以后 它这之前还得要挂罐啊 还要焚香啊 还要插花呀 然后再豆茶 豆茶 打完这磨以后 不喝了以后呢 还要茶摆系 拿一小棍子上写字 那那个特别好玩 它也停操了 它就一种茶 一种茶道了 那我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 这个青菜如果过夜的话 会有一些致癌的物理 那如果是这个茶 如果你没有喝完 放到了第二天再去泡的话 过夜茶 过夜茶 会不会对身体很不好呢 从过夜茶角度来说啊 第一 泡时间长了 它的味道啊 就不那么鲜美 对 就是那种清香的气息就没了 这是第一个 它就不像那么闻啊 喝起来味道 就会有改变 第一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喝完以后 它的浓度啊 各方面的情况 对你刺激这个过程啊 可能会大一些 其实只要是说 这隔夜茶 它没有细菌感染 或没有其他的败坏的话 其实喝起来问题倒不大 只不过说 你喝它的效果啊 味道啊 情趣啊 下降了 是的 刚才那老师给我们讲述了 喝茶过程当中 容易醉茶的一些原因 那具体到 我们切身感受 这个茶是怎么就让我们给醉了呢 老师也给我们罗列了几条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好 养生小贴士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什么是醉茶 醉茶 醉茶 即茶碱 是一种中枢神经的兴奋剂 过浓或过量都容易醉茶 血液循环加速 呼吸急促 引起一系列不良反应 造成人体内电解质平和紊乱 进而使人体内煤的活性不正常 导致代谢紊乱 茶叶中还含有较多的浮 浮在体内积蓄过多 会使人慢性中毒 其主要症状为 牙齿变色和驱损 全身关节疼痛 四肢无力 严重时会造成肢体功能障碍 骨盒和关节变形 甚至瘫痪 因此茶不宜乱喝 想要远离醉茶 如何选茶 学问颇大 高发酵以后 实际还带有那个量的 还是比较高的 咖啡因啊 茶减含量比较高 避免醉茶方法多 饮茶切勿交叉喝 你交叉以后的多交叉 它互相影响的叠加作用 有的时候不是一加一等的 可能一加一大一点 今日健康话题 远离醉茶 饮食养社会精彩继续 欢迎您继续走进湖北卫视 饮食养生会 今天我们讲的关键词是 醉茶 那老师也给我们总结了一下 平常在喝茶的过程当中 哪些喝茶习惯 也许会让我们就喝醉了呢 来 老师给我们 一一地罗列一下 对 那比如说 平常很少喝茶 或者说呢 你平常也很少接触那些 含咖啡因的物质 巧克力啊或者是可乐啊 很少 接触它少 那么你平时有少接触的东西呢 你要喝的话 容易产生醉的情况 茶的不良反应 容易暴露出来 这是第一类 平日喝高发酵的熟茶 这高发酵熟茶 也不是全发酵 叫高发酵 高发酵我们说的 盐茶类的东西 乌龙茶系列的东西 不然也算高发酵 不叫全发酵 所以红茶算是 这种茶 它高发酵以后 实际还带有那个量的 还是比较高的 咖啡因啊 茶碱含量比较高 所以我们说 喝这种茶 因为浓度要高的话 对的 其实你看 喝茶的器具小巧啊 对 咱说小杯为品 大杯为饮 是吧 那些小杯 其实它设计也是科学的 让你品茶喝茶 到点到为止 你大杯大杯的 喝多了最长嘛 对 所以经常拿那种茶缸子 对吧 里边直接给你打五公共茶 喝完一道之后 不行我要换新的 没味儿了赶紧再换 可能这种就是日积月来 可能就会容易激进这些东西了 对 好的 这是第二类 多种茶类混合喝也是 就是多种茶类混合喝 你容易把这些物质啊 不是那么纯混杂 因为茶的物质非常复杂了 它这种就跟那药不良反应 是你交叉以后的多交叉 它互相影响的叠加作用 有的时候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可能一加一大于二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就说 比如说专门的茶液用 专门的茶具 不能够混淆 没错 所以说呢就是多种茶叶混着喝的 也比较容易最长 对 好 那空腹喝茶 空腹喝茶嘛 我们说你空腹的时候呢 胃液比较少 你喝进来茶的浓度就比较高了 对 没有一个掺杂和稀释的过程 你吸收得也快 是吧 一般我们说呢 你这个单一食物进到胃肠 你叫碳热化物 吸收是非常快 但是你混合餐 你碳热化物和肉和菜一块吃 它吸收的速度会减慢 所以你单一喝茶 空腹的喝 你这个东西吸收起的非常快 所以容易产生负反应 刺激胃肠也好 有溃疡病呢 没有一个混搭的 细节的浓度 刺激你的胃肠不舒服 那浓度高了 如果你对它有敏感 容易出现最大的一些不良反应 是吧 头晕啊 恶心啊 呕吐啊 甚至是兴奋引起的这种惊觉 震颤等等 晕倒等等都有可能 好 最后就是茶叶的新陈 新茶不是好吗 对 新茶是很好 都讲究喝新茶啊 新茶观色 颜色好看 味道清香 味道清香 是吧 那个茶色 但是呢 新茶的物质也非常丰富 所以它的含量 它有效的物质的含量 像咖啡因茶碱的含量 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你新茶相对的 如果你对它这些油腐反应比较重的人 你新茶相对少喝一点 把它放一放 放放它的新茶 它降点 你喝也可能就没事了 是的 所以说 如果您平常在喝茶习惯当中的话呢 容易出现这几类的 要稍微注意一下 是吧 这样的话呢 让您出现最茶的几率就小很多 那老师 那我们一旦出现了这种不良反应 或者说喝茶之后到处不良反应 万一醉了 该怎么办 咱们继续处理 万一醉了 一般的严重呢 你就洗胃去吧 还真是洗胃啊 输液严重呢 真惊绝了 那什么的 但是一般咱很少见 那种特殊类人群 对咖啡那么敏感 神经系统那么不稳定的是吧 但是一般常见的就是一个 头晕啊 恶心啊 没劲啊 哎呦不行 我得糖会儿啊 这种情况出来 出来以后你喝点甜水 甜水 稀释稀释 或者吃点甜点 也是为了让它混合一下 稀释稀释的 老师为什么要吃甜的 不吃一些那种重口一点的呢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甜的东西 这些简单的东西 它吸收快 它做得很快 生糖快 这都快 所以呢我们说 对缓解你的症状 我们说甜是 中医认为甜味啊 甘味 中医叫甘味 甘可以缓急止疼 甘可以合胃养胃 对的 所以它能缓解你的一些症状 我怎么听说吃坚果呢 坚果也 我跟你讲 红杨 那你想啊 我们自古就有一种茶化会 为什么喝茶一定要配瓜子 瓜子 这是最好的搭配 是坚果 你是从这个角度想到 是坚果是 茶化会 对 我是听说可以吃坚果呀 还有这些瓜子的 就好像是我们都爱什么 茶叶配瓜子 然后可能偏西方一点的 就爱茶叶配茶点 吃个小蛋糕呀 小马卡龙啊 其实啊 咱们说坚果也好 吃点冬也好 其实都是可以的 其实我推荐还是快速一点的 喝点糖水啊 吃点茶叶 但是坚果能不能行 因为你 你空腹喝你反应重 你胃肠到反应重 你稍微系点东西 让它安稳一下它 它就好一些 就好一些 我们能感受到老师呢 告诉我们平常 如果说出现了醉茶 那我们当然喝点糖水 是能迅速缓解这种症状的 是的 那您再给我们电视机前的 各位朋友没有 再讲一讲 平常我们在喝茶的过程当中 为了使喝茶 更多成为一种养生之道 我们要注意些什么 对 其实我们喝茶的时候 第一注意你不要空腹喝茶 是吧 第二呢 你泡茶浓度不要太高 第三 你喝的时候量不要太大 是吧 第四个 小孩子不要喝茶 小孩子喝茶会怎么样的 小孩子呢 特别智能 他对咖啡特别敏感 卫生的孩子呢 可乐得成瘾啊 大人喝那量没事 小孩喝那个就容易醉啊 对对对 容易重复反应 是不是 所以还有我们说 你平常有消化系统疾病 胃肠本来不稳定 你一喝茶 孕妇你刺激你 本身你胃肠不舒服 少喝 别喝了 就这种 还有胃肠病的 是吧 还有你失眠 本身失眠 你在吃这个东西兴酸啊 这种情况 这是我觉得都要注意的 对 另外就是大家喝茶的这个 时间上也有些讲究 到底是早上起来喝好呢 还是晚上睡之前不要多喝呢 睡之前可以没有讲究的 我一般不会喝 但是我知道老师您是可以晚上喝茶 没问题的 他也是因人而异啊 哦 还是因人而异的 对 养生小贴士 一般发生醉茶的原因主要有三种 一 平日很少喝茶的人稍微多喝就可能过量而醉 二 平日喝的茶是高发酵的熟茶 例如红茶 台湾乌龙茶 陈年老茶等 猛然改喝低发酵或不发酵的绿茶或生茶时 因为这些茶所含的茶减较高 又喝的过量就会醉茶 三 空腹时 茶多喝了也容易醉茶 四 避免饮用新茶 才摘下来不到一个月的茶 由于未经较长时间放置 其中的多酚类 唇类 泉类等 对人体有益的物质还未完全氧化 可能导致饮后肠胃不适 腹泻 腹胀等不良反应 好的 所以老师今天也告诉大家如何喝茶养生 但同时不要喝出最茶的感受来的一些科学方法 再次谢谢老师 做客已去养生会 谢谢 胡老师 谢谢 好了 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大厨 现在在厨房当中给我们做出了怎样的美味 养生小贴士 茶中含有多种抗氧化物质与抗氧化营养素 对于消除自由基有一定的效果 茶叶中含有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 对于氢油解腻增强神经兴奋 以及消食力药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喝茶还讲究四季有别 即春饮花茶 夏饮绿茶 秋饮青茶 冬饮红茶 每天一到两次 每次三到五克 400毫升的饮用量是比较适当的 只有保持正确的饮茶习惯才能喝的健康 健身减肥两不务 营养美味全靠它 看大厨带来怎样的减肥佳品 要做运动还得先吃的饱吃的好 没有力气怎么做运动 对呀 得吃的营养又健康 咱才有劲去减肥去运动 对吧 饮食养生会精彩继续 饮食养生 健康生活 欢迎来到养生厨房 我是吴青 我是幸福大猪夏天 有没有刚才听完老师讲的那些 爷爷跟我一起运动起来吧 运动起来 对呀我们得健身呀 跟上健身的角度 行没问题 做三圈有三圈 脖子牛牛皮股 到水到气来吧 做运动 有别的的折腾了 我跟你说 要做运动还得先吃的饱吃的好 没有力气怎么做运动 对呀得吃的营养又健康 咱才有劲去减肥去运动 对吧 那我今天想吃一个低热量 低热量 低脂肪 高营养 味道又好 全部反正就是最高标准的 一道这么一个美味的养生菜 您有吗 没问题呀 今天我带来的这些食材呢 基本上就全部满足你刚才所说的那个 美味健康低热量 高营养的复合美味 咱们今天选择到了螃蟹 螃蟹 虾 虾 而且没有任何热量的冬瓜 如果说减肥健身 冬瓜是首选的食材 我知道冬瓜吃水肿 没错 再加上金瓜也营养丰富 你看看 所有的东西都有了 再加上一个我最最最最最喜欢的 鲜上加鲜的蘑菇 螃蟹咱们拿到以后 把螃蟹处理一下 哎呀 肥不肥 是啊 我就想问一下 怎么样我才能选到 就像这一样满高满黄的螃蟹呢 这个蟹黄蟹高的位置 它的颜色反差会非常的大 其实你看这里能透出那个橘红色的颜色 对 你可以看到螃蟹壳薄的地方 它就能够透出颜色来 那肯定是满高满黄 只要有就满高 对 好 稍微敲击一下 让它破开 这样的话 这个螃蟹容易把它的鲜味散发出来 一会咱们吃的时候也方便吃 不过咬的时候就各压 嚼不动 好了 那咱们把这个食材都介绍完以后 冬瓜和南瓜就不用说了 糖分含量很少 而且它水分含量很足 就特别适合我们属于瘦身人士的美食家 必备 没错 那咱们看到花菇还有一个优势是什么 花菇会比香菇的那个肉质会更厚 你看我们今天选用的花菇 这个肉质有多厚实 非常的软嫩是吧 感觉 是的 很紧实 没错 没错 而且买花菇一定还要注意点 看我们今天的花肚的品质好 在哪儿 在这个花菇的菇伞完全的闭合肚 是这一圈 没错 如果说是这个菇伞打开了的话 它的菇伞越开 这个蘑菇的级别会越低 所以我们这个是高级别 没错 好 咱们下一步 开始上火做菜了 稍微放一点金胚玉米油 直接就是做海鲜菜肴的时候 再提醒一点 就是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姜是不能少的 所有的白肉 就是在水里的肉 基本上都偏寒 尤其像你们这小女生 去吃这些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先放姜 去煎出姜油来 它也能够去腥提香 南瓜我提前给它蒸熟了 好 葱姜香味已经逐步激发出来以后 我们下一步先煎花菇 这个花菇 鲜味是不是要先煎出来 没错 这个花菇是我提前涨发好的 就是咱们还要一点就是 涨发这些干脂菇类的食材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就是它们去泡发的这个水一定要留住了 咱们在烧菜的时候 如果把这个水倒掉 你可就败家字了 直接把那个水到时候加到锅里头 哇 更鲜 没错 闻到香味了吗 闻到了 鲜香味道是吧 是的 好 螃蟹入锅 哇 我们的这个螃蟹 但是这样子它那个鲜膏会被掉出来 不要浪费呀 你着急都在汤锅里 你怕什么呀 这个美丽的汤是 连吃带喝 我要吃干喝净 再放上一些的鲜虾 鲜虾 直接在锅里边一块去煎 你看咱们就光做到这一步 已经是非常的美味了 都煎出香味以后 咱们烹酒 好 料酒 对 烹出一些酒 用酒的这种香味 带走这个海鲜的那种腥味 咱们要说是喝汤吃菜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点 就是汤锅一定得是开水 开水 如果不是热水下锅的话 它会迅速激发出海鲜本身那种 浓郁的白色汤水 对 现在汤已经开始变白 混浊了 是吧 好 那咱们把这个上面的这些 沫子给它撇掉 这也是煮出这个海鲜汤来 它不腥的这个特别好的方法 撇掉沫子以后 我们把提前做好的冬瓜球 冬瓜球 也好看 放到锅里 还有呢 南瓜泥 那现在我们就把它变成 油奶汤 奶浓汤 变成了金汤 颜色一下就好看 对 而且这里边的这个口感 会更加的温润 金汤海鲜 汇冬瓜 十分钟左右 关火 关火 大功告成 哇 要起锅了 装盘 金汤海鲜 关火即可 我们这道健康美味的 金汤海鲜 烩冬瓜 就做好了 我们这个有大虾 有螃蟹 有花菇 有金瓜 还有我们的冬瓜 太健康 太丰富了 满满的一盆 金汤海鲜 烩冬瓜 这就大功告成了 大家去试试吧